好球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熊 咱们今天来继续的回顾 19年的大事赛 这是小特 这一杆K球低杆稍微少了一点 这球需要很强的左赛 多一点点就可以了 其实可以把第一库吃的位置再靠右一点点 这球不解到超分肯定是不会轻易上来的 解得薄了一些白球被粉球挡住了 没上去 过边红球打进看一下角度 直接选择K球 这一杆就是右赛很多啊 吃到第二库过后右赛还有 正常的那个分离角过来刚好K到红球 继续防 小特和塞比的交手 平分秋色 小特多赢一场 17比16 好球 这防守做的 在这一场大事赛 小特当时的防守啊 没让塞比讨得一点便宜 甚至可以有所压制在防守上面 这场比赛也是标志着小特 这场比赛也是标志着小特 防守啊 防守啊 大成的一场比赛 没有避开粉球 超薄的红球漂亮 这球薄起来很有难度的 比赛要结束了 中低竿给点左赛啊 吃到中在附近 哎呀 这球干法再低一点 或者高一点都可以 偏偏撞上那里 现在 防守 不惧塞比 可以有来有回 漂亮 反座 精彩啊 如果都在巅峰期 大家看好谁 小特可能在心理方面 承受力上面要比赛比弱一些 尤其是到重大比赛的最后阶段 哎 哈哈 一人一干榨干 效果都非常不错啊 赛比直接解禁了 防守了一会儿 吃到代价 没有上去 不过右侧的篮球也是 但是 需要K一下 焦度支持 可以直接来兜啊 看效果 漂亮 黑球碍射啊 这球是比贝多芬还背 真是倒霉回家了 摆了一个最舒服的角度 只需要打到粉球 好球 打的稍微有点厚 但是不影响 白球还是到位了 这场毛与盾的交锋 最后 以小特 最后的夺冠 宣告王者归来